彰化縣長王惠美與來賓敲響大鼓 在轟隆隆的鼓聲中氣勢磅礡地宣告 2022鹿港慶端陽的首部曲《龍王祭》正式開始 我們慶端陽的活動從六月三號會到六月五號 那白天我們延續了四十年的一個龍舟賽 那夜間則安排了小鎮光營的一個藝術節 彰化縣府特別頒發感謝狀給鹿港龍山寺 今年也特別設計了正義虎防疫香包分送給民眾 希望在神明的庇佑下讓疫情早日退散 龍王祭會供應龍山寺的龍王尊神起駕 祈求慶端陽系列活動一切都順利平安 縣長王惠美提筆為龍舟開光點睛 完成了龍王祭點儀式 也為熱鬧的慶端陽拉開序幕 記者陳盛偉 張浩 彰化報導